白化佛法 白化佛法 下个星期三就是八月初一了 希望大家初一多吃素多念经 今天给大家讲个十分钟的白化佛法节目 所以学佛人最要紧的就是心智要开 人家说心里要有个智慧 而我们现在的人心智不开 我值太重 什么东西都觉得我值 所以它是最痛苦的根源 所以这一生 我们有时候离开这个世界 衰败了 失落了 然后在人间烦恼了 它哪来得得到天地之间的一方安详 如果你能抛开我值 你 不管你有多少繁星 心念 你的 这个心啊 要尽手 我们说 我们说 心中 安静 看见菩萨 佛心一尊 在我们 学佛人的心里 虽然我们 修心的路 很艰辛 有时候甚至是泪流满面 但是 大家知道 一个 没有经过烦恼和痛苦的 修为 那是修不出 这个忍人之所不能忍的 所以 做人 在人间知道 任何事情都不是 简单的 都不是 没有烦恼的 所以你就 能够 从禅学当中 学会很多的 智慧 所以希望大家呢 学佛人呢 要懂得 我们怎么样 把自己的种子管好 在你的心田当中 你到底 要想 撒 什么样的种子 比方说 你到底 撒向爱 还是 在自己心中 撒向恨 因为这些都是 会长出 发芽的 种子的 所以 师父 经常跟大家讲 世界上最可怕的 不是错失 而是错心 事情做错了 可以改正 心错了 你还会继续做错事情 所以念头最重要 关注自己的念头 就不会错 一念 一念 净莲 莲花 处处开 一念 净心 你 无处不得净 所以 我们 不为名 不为利 就是 心净如水 我们 我们 起心 动念 都要 好好的 放下 分别 执着 修到 一念不生 本来 灭目 所以 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要妄动 要能够 抵制 诱惑 人生 究竟 有多长 有时候 人生 就是 这么短短的 几十年 真正的 要有修养 真正的 要用心 在你的 心田里 种下 佛性的 慈善的 种子 啊 佛性 啊 佛向 信中求 莫向 神外求 啊 所以 自信 要 觉悟 就是佛 自信 有 慈悲 就是 观音 所以 我们 学佛 做人 真的要 懂得 什么东西 种在心中 就会 产出 什么果实 出来 所以 一个念头 就是一个 种子 所以 你的念头 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 佛法 皆讲 念念不生啊 一个念头 都不要让 它神出来 你就是 觉也 成佛 不是一个 空话啊 觉悟的人啊 我告诉你 觉悟的人啊 给人带来 各种各样的快乐 不觉悟的人 见的人就 从没苦脸的 给人家带来 很多的烦恼 所以 要保持 觉悟的心 活得 心安 礼得 时常觉得自己 啊 啊 的心性 啊 是非常正的 啊 积善行得 啊 所以 真正的 学佛 啊 要学会 菩萨经常 跟我们讲的 啊 忘记 并不等于 从未存在 啊 一切 源自 选择 随缘 啊 如果你 执着 你不如 放手 放下的越多 拥有的越多 所以 菩萨叫我们 笑着面对 不要去埋怨 啊 随缘 啊 改变你的一生 啊 所以 菩萨经常 跟我们说 菩提本无数 明镜 亦非台啊 啊 本来无一物 何处的 尘埃 学佛修行 不是 在表面上 要把它 真正的落实在 行为上 啊 所以希望大家好自为之 好好学佛 啊 啊 学佛是 让大家明白 因果定律 要 要创造 未来的命运 学佛就是 让大家明白 因果 随胜因缘 啊 所以 不可功高 我们 心高如天 啊 但是自己 做出来的事情呢 啊 又毫无 又毫无结果 啊 心性散乱 心性散乱 所以真正的要学佛的人 啊 要 不管 世界 世界 怎么变 我佛心 普遍 路路不动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让极天涯 不管在红尘当中 不管你 四海为家 只要心中有佛 你的家 就是净土 所以 有时候 台长 希望大家把一天生活当中 一生来观修 啊 早上想想自己 刚刚得到人生 是孩子的时候 时代 哎呀 好开心啊 今天我还活着 今天我还刚刚开始呢 发喜充满 啊 然后呢 中午呢 觉得 哎呀 我今天 孩童时代 过得这么快 已经成为壮年 中壮年人了 啊 中午 下午呢 想哎呀 这一天过得这么快 我怎么变成老年人呢 晚上呢 你要想想 啊 一天没了 就是相当于一生没了一样 啊 入睡的时候 要经常观围 离开了人间 啊 其实睡觉 就是在中阴生阶段 做梦也是在中阴生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再观想 我还活着 我还有下意识 所以这个世界的一切 都是来自于你的感受 来自于你的对事物的理解 所以学佛就是把自己心里一些不正的东西纠正 把自己的良心本性修出来 这样你才能变得越来越有智慧 好 今天我们的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了 好听众朋友们 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